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目前最新我们现在录影时间是晚上的6点36分 最新的DowJones期货盘 也就是盘前盘目前是上涨了203点 我们再来看在ADR的部分 台积电在今天召开法说会 到底ADR的反应如何呢 我们也来看目前台积电的ADR 也是上涨的 目前上涨了超过3个百分点 另外在台取期的部分 台取期盘前盘目前也是往上持续冲高的 目前上涨了107点 这样的氛围能够让明天的盘持续上涨吗 上涨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刚刚来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财经所距离教授谢晨燕 阿官好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蔡宣华 阿官好 投资本大好 邀请到外博投资总监蔡明章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王英亮 最好 大好 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新 阿官好 大家好 邀请到同一期货专业协理廖恩平 阿官好 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 刚要带你来关心的是台北股市 在今天外资终止连三卖转为买超了 外资在今天是买超了34亿 虽然不多 但至少已经买了 三大法然总计买超了31.01亿 不过台股16500点 昙花一现 因为无量的情况之下 在今天其实一开盘呢 反弹的幅度不小 曾经反弹170点 但是无量之后出现了压回 所以这个盘到底能够走多远 我们先来提醒 今天晚上我们要观察哪些重点讯息 它会影响到明天盘是涨跌关键 今天晚上总要有三个一个因素 第一个很重要就是台积电的法说影响 台积电现在公告 今天法说 今天法说出来了 毛利率预估第四季会到51 今天法说给几分 音量 我觉得可以给到90分左右 好 今天台积电召开法说 这会影响到明天大盘涨跌的关键 刚刚看到了台积电ADR在美国股市 已经领先反应上涨3个百分点 它的毛利率是51.3 对 没有错 第三季的EPS是6.03 累计前三季16块6毛钱 估计第四季的EPS是6块1毛4 毛利率51.4 你给它90分 对 重点在这里 毛利率这个一般券商是估51.4% 台积电它现在估多少 第四季可以到51到53%左右 所以是跳针的 我们还记得这个第二季的时候 第二季毛利率出来 大概接近50 对不对 我们看到台积电的K线形态 7月15号那时候崩到的时候 毛利率只有低到这个 低于这个50% 在接近50%左右 所以股价 有没有注意到 它从7月15号那时候 大概是我们再往前看一点 这个地方 有没有 法说之前先涨 后来出现毛利率不对往下灌 所以股价就下来 但这次不一样 这次毛利率预估还没公告之前 它股价都没涨 现在公告是低四季会更好 所以预期更好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前面没有涨 后面它就有机会涨 好 所以明天的关盘重点 第一件事要看一下台积电 在明天一开盘的表现如何 而目前从法术会的 相关的续席来看是利多的 验量给90分 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你要看这个 美国今晚上重量级的各股财报 那几乎都是银行股 那美国中量级财报呢 有一头老狗的银行股要留意 美国银行 富国银行 花旗银行 摩根斯丹尼 美国联合健康集团 以及盘后美国旅月也要公布财报 所以中量级财报是影响明天台股的 第二个重点 对 没有错 第三个重点是 前面两个都OK 我比较担心是第三个 你担心第三个 第三个跟通口有关系 美国BDI已经原油库存在 今天晚上公布 对 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 大概8点半会公布 它预估大概是0.6% 可是今天下午 中国先公告了9月份的PPI 这个是年增10.7% 是创下26年来的新高 所以预估这个美国的PPI 它可能这个值预估值 出来的数值可能会比预估值高一点 所以会造成什么 通膨的担忧 在你看原油库存 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库存是增加521万桶 大家以为这个原油 石油价格要下来了 可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这个汽油的库存 竟然是大减了457万桶左右 市场预估是应该要增加13.3万桶 代表什么意思 现在这个汽油的需求量 大增的情况下 可能会引发石油价格上涨 所以我们看下一张 你看石油价格的部分 原本是转跌的 后面发现不对 汽油大减 所以它要涨上来 所以你看这个油价走势 目前来讲 还是在一个多头格局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台北股市上去可能会有压力 但是因为免台积电 台积电法说出来不错 是关键 所以明天台积电如果涨的话 我觉得大盘 明天是有机会可以呈现大盘 好 所以我们再次提醒 观众朋友们来看上一夜 今天晚上 以及明天影响盘市 最重要的关键是 台积电法说 在明天盘里怎么做反应 美国重量级的各股财报 以及今天晚上要公布的 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 以及原油库存 会不会引发通膨压力 我们请廖协理带我们来看 面对年限保卫战 现在要留意什么 现在大盘来到了 接近年限的位置 那我们知道 首先第一个就是 今天在季县跟半年限 出现了死亡交叉 那它代表什么意义呢 我们从过去十年来看 只有发生过四次 第一次是在2011年 就是欧债危机 死亡交叉之后下跌2000点 那再过来是在2015年的一个 那个入股危机 也是下跌2000点 那再过来是2018年 中美贸易战是下跌1000多点 那最后是在2020年 就是去年的一个新冠疫情爆发 那在过去四次的经验 我们看起来 其实状况都不是很好 所以今天这个死亡交叉 其实变成是一个非常关键 后面要观察的 所以技术面上 现在既先办那些 出现死亡交叉是你担心的 是 那因为这样子的话 很有可能会变成九盘 会撑不住 因为现在的整个量 是持续性的萎缩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去的时候 大概有6000亿的量 最近只收到2500亿 那在量缩的过程当中的话 高档它就不耐久盘 那时间拖太久 已经有差不多 将近半年的时间了 所以年限它拖越久 对多方越不利 破了机构其实就越大 那最后就是说 外资目前其实都还没有明显 翻多的迹象 虽然说今天买了30亿亿 但是现货今天买超了 是我们看一下下一个一页的部分 我们今天帮大家做一下统计 你看最近这10个交易日 外资通通都是大卖 结果今天买34亿 投资人一片欢欣鼓舞 我觉得是有点点过度解读了 所以我们今天从近20日 累计买卖超来看的话 还有卖超1680几亿 所以还是蛮偏空的 那在期货这边的话 虽然有回补 可是16000多口 其实还是稍微偏空 所以加起来来看 你说要很乐观吗 我觉得可能还是 所以从期货观点来看 你还是认为这个地方 应该有风险意识 是 还是要风险意识 好 那我们怎么做避险 虽然现在整个气氛 是比较乐观的 不管是从Dowjones的期货盘 台主席期货盘 以及台积电法术会 看来整个气氛是乐观的 但仍然要有风险意识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避险 其实我正在讲 我们可以化危机为转机 这个盘真的不好做吗 不是很好做 但是其实还是有标题 我们到现在来说 大家比较担心的 第一个是什么 能源问题 大家说能源危机通行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何不直接去买能源呢 你既然看好了话 有些人说树化类骨 我说那个叫隔靴烧氧 你看好能源直接去买能源 例如像说纽约清源油 你看这样子一个仰角上钢 这很漂亮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去买00642U 就是元大S&P石油的期货 是这个是期货 这个是ETF 我觉得他讲的就是说 有些人可能说担心期货 上涨过高 那有ETF吗 你就买这个ETF 对很多投资人 他的ETF他只知道0050跟0056 其实现在的金融商品 非常的多元 有很多可以选 我今天就举一个例子 他挂单量有非常充足 可以看一下 00642 这是石油的ETF 是 第二点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 现在美国开始进入紧缩阶段 紧缩怎样 资金回流美国 那美元当上涨了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大家都在喊说 美元有些人看95 看98 看100通都有 所以可以看到 整个美元指数是呈现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多头格局 这也不是短线那种涨一天两天的 所以一样 如果说你是比较积极的话 或许可以考虑美元指数的期货 如果要保守 一样ETF没有杠杆 这边也是可以参考的一个标的 00682u 这是美元指数ETF 第三个就是说 在目前的一个状况之下 市场波动度放大 波动度放大的话 以前是说我要避险 避险买什么 黄金其实就是在过去 非常好的一个标的 以前说黄金相对比较偏低 如果看技术面的话 你看其实头肩底 大概已经完成了 底部相对坚实 下档风险比较有限 所以如果说比较积极的投资朋友 可以买原油或是美元指数 那比较保守稳健的话 或许可以考虑黄金 一样也有ETF可以参考 00635u 好 所以就是说怎么避险呢 我们协理建议 可以买石油 美元指数以及黄金ETF 到底明天的盘 各位怎么看 我们还是要来投票 各位认为明天 持续反弹的机会高吗 但在反弹无量的情况之下 到底能够走多远呢 我们先来问 反弹机会高吗 请举盘 好 123456 有6票都认为反弹机会不低 大家都认为会反弹 问题是能够走多远 来 蔡总 我觉得会开始真正的反弹了 是正式反弹 对 为什么我跟各位讲 大家现在对大盘有一些困惑 但是我以我多年的经验 一定要有一个现象 大盘要落底一定是高位阶跟低位阶的呼唤 对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都是高位阶 高位阶就是说 这不都没落到 都没跌到的 长得很凶的 你看月丰今天跌停板的 有一句话 投机不死 大盘不止 不止跌的止 倒机一定要死 你要死下去 人家现在大家都观望 才重新开始涨这些 我看得懂的股票 你看高位阶 智元 汉雷 大宗控 今天都出现重挫 就是这一波比较没有跌到的 开始出现补跌 相对航运的万海 阳明 第一桶 钢铁第一桶 叶辉 跌深的开始谈了 对 我想透过K线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 这一道是月线 所以你看月丰 月丰从这一块16块 涨到55 K2.4倍 这是台股本坡段 大家露得迷茫迷 月丰是涨最凶的一档 但是有没有赚钱 没有 然后讲第三半导体 那个是未来 你看现行都很强 旋铁有公布了 旋铁估计第三季 财报段还没公布 第三季的EP是0.2 比第二季的0.13 激增五成 你感觉吃激增五成 但是问题它是117块 一季赚0.2 比自己有进步 但是比别的股票 百多块万不利 一季EP也是0.2 你认为没有跌的开始补跌 而跌深的股票开始反弹 这是一个健康的节奏吗 想 你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百分之80是买那种正常的股票 他不可能压这种股票 这个字眼也不可能从低点 报到那个高点 所以中间的跑到跑到 所以这下套的都是这种股票 我们看下一个CG 你看连拜登都说 那个LA港口24小时 一周七天 我跟他讲亚洲的港口本来就这样 但是美国人他有那个工作的习惯 工会的限制 所以他为了解决塞港问题 虽然要美国总统下令 还点名 你让我购物机圣诞节 买不到东西 我要点名个别企业 好 大家这样 这个就跟运输有关了 但是你想想看 我们行应列股 这五个月 这个农资大减五个月薪低 农资都抬掉了 好 所以我们回来大盘 我们给日K线 大盘的日K线 今天是来到毕竟年线的附近 年线是这条线 对不对 我刚刚特别谈到年线危机 所以蔡总你刚刚说 你认为现在是正式要出现波段行情 空间会有多大 可是上面好多条线 因为上一次 虽然有上这条的季线 但是老实讲是卖点 所以这一次上来 因为上一次的话 台积电根本没有发挥 这一次台积电有发挥的话 货柜三雄有发挥的话 应该要回来季线 但是问题这条季线是下弯的 所以现在要两个指标 成交量要增加 那个未来再说 再过来很重要 融资要增加了 融资不能再减了 所以有没有500点的空间你看 就这个季线 季线现在可能移动到17000点的出口 这段空间是存在的 这段空间的话其实可以让投资人 可以适度的恢复信心 好所以反弹有没有500点以上的空间 各位怎么看请举牌 认为这一波的反弹 有500点以上的给圈请举牌 好所以现场两票差 昌星以及协力给差其他四票圈 所以昌星相对比较保守 我们都会再来请教 为什么它比较保守 不过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外资 外资已经由卖转买 到底外资买什么 再来今天外资买 群创 阳明 华邦店 乃雅科 星光金 华夏 中信金 台博和华星 你要说 我认为会谈500点的原因在于说 今天你会发现 外资买的这些股票里面 大部分都是属于破底后 位阶很低的股票 像这个群创 就是刚才总说的 位阶低的股票 他已经开始针对 位阶低的股票开始买 群创也是阳明 华邦店 南雅科 再来看台波 华星等等都是 所以第一个特色就是说 他买一些低位阶破底的股票 第二个他买了什么 买了华邦店跟南雅科 为什么 因为今天外资有出了一份报告 他认为说第四季 这个低润的报价 可能还要跌20%到25% 看起来是利空 那利空为什么买呢 对 我们看到南雅科的K线形态 你会发现他认为是这样说 因为这一段的跌势 南雅科 对 南雅科 这段的跌势 他已经充分反映跌价了 所以他今天开始做买 利空已经反映完了 对 所以他就开始做买进 现在开始利空出进 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买卖潮的部分上一张 然后第三个特色他买了什么呢 买了这个国泰智能的电动车 这个其实里面是NVIDIA 跟特斯拉持股比较高 代表说他也看好电动车接待发展 第四个他看好什么 看好华夏 台波 华星 代表说他对原物料概念股 也开始做买进 然后最后一个特色是什么 他独中情于阳明 我们看一下2609的阳明 继续买超 我们下面放在外资上买卖超 他这个连续8个交易日里面 已经买超了7天 只有一个交易日是卖的 然后可以的话 导播再帮我放下 这个融资的部分 为什么外资会独中情于他 因为融资我讲过 阳明这一波要出现 像样的波段行情的话 一定要加到15万张以下 所以你会发现 他现在的数值已经接近这个 已经非常逼近了 对 但是同样是今天 为什么这个长龙外资 是呈现卖超的 我们看到外资的卖超的排行榜里面 你会发现 外资就是卖了什么 卖了长龙 买阳明 卖长龙 这是配对交易吗 应该是说 我们看到这个长龙的K线形态 一样外面下面放融资 融资的部分因为 下面放融资 对 因为融资目前来讲 他还降得不够 筹码还不够干净 我说这个阶段 他最好要降到23万张以下 所以代表说 还有1万张的空间 所以今天外资 对他呈现是继续卖超 好 那你认为这波反弹空间不小 最主要从外资买的个股来看 找的是跌深的股票 那总不会跌深的股票 强短就跑了吧 所以我们来看在今天 能够让大盘红盘的 关键全值股 包括哪些个股 这里头就有航运的 万海 阳明 有您刚刚所谈到的低润族群 可能已经利空出境的 南亚科 华邦店 以及高价股的富邦煤 还有今天召开法社会的台积店 所以这是今天的关键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解读 就是说这个我们看是千金股 所以就看大户的指标 所以它在涨 代表说大户人气慢慢回来 这个我们看指数 台积电涨 指数就会涨 这个是市场 一般投资朋友的人气股 万海跟阳明在涨的话 代表说人气有慢慢在回流 这个的话就看什么 看弱势的跌深股 它指稳的话 弱势股很多应该都会 还有机会 所以我们要来问 大家最关心的航运股 等了好久 甚至于我们前两天说 很多水手都已经发了毕业文了 在发了毕业文之后 这个地方真的要见底反弹了吗 谈真的吗 各位怎么看航运的后市 请取牌 航运股谈真的吗 我们就讲货柜好了 货柜航运的后市 我们来看一二三 四票圈 两票差 振华为什么举差 我不是说它不会涨 但是我认为说这么大的一个跌幅 它最好是要有一个双底 我认为说这么大的一个跌幅 它最好是要有一个双底 它这个双底 你觉得底没有办法低 第一只脚就打 你单脚上来的话 就是你让大家来不及上车 大家踩一只脚 然后搭配什么呢 如果说在年底的时候 有出现一个比方说 运架又直稳 那这个时候第二只脚 再越过景象 它就变成大波段 好 所以你认为 再等第二只脚比较安全